花蓮縣長 宜蘭副縣長以及台東縣長 8日共同前往花蓮市殯儀館 向泰鲁閣號火車事故罹難者上香哀悼 並向家族表達慰問 對近年來事故頻傳的東部連外交通 更呼籲蔡政府應兌現東部交通建設優先的承諾 還給東部人行的公平與正義 8日上午宜花東三縣市的首長 一同出現在花蓮市殯儀館 共同調業泰鲁閣事故的罹難者 並向家屬至上哀悼與慰問之意 花蓮縣徐珍衛縣長 以及台東縣饒慶林縣長 宜蘭縣林建榮副縣長請就位 陪電者請各局處首長就位 香菱受香 拜 再拜 三二 請收香 如果不是一票難求 不會有一百多的人占票希望回到花蓮回到台東 不會死傷這麼這麼的嚴重 鐵道的安全是不是要能夠全盤的討論 前瞻基礎建設在第一期在軌道的工程裡面的預算就有足足將近兩千億 在第二期在今年一月份通過有四百零一億九千多萬 將近四百零二億 一期二期加起來兩千三百多億 而台東花蓮東海岸的鐵軌在一期裡面 在前瞻1.0裡面除了第一期的一百萬第二期的三千萬 到今年前瞻二點零一月份才通過的六億多 我想現在到現在執行到的只是三千一百萬在規劃 這在足足兩千三百億裡面的軌道工程占的比例 我想大家去算一算 非常非常的心痛 公路系統在上個月也發生了 如果蘇花蓋蘇花高一次完成 會有這麼多人上升在蘇花公路上面嗎 真的 一花東三線聯合的聲明 希望中央能夠正視 東部人不是沒有聲音 我們只是非常非常有風度 非常的有修養 希望中央能夠在此次0402告一段落以後 是不是能夠正視重視東部 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有更多的回家的交通選項 東部人是在用生命再回家 三年前才奪走18條人命 不到三年再奪走50條人命 像今天我就是從台東坐鐵路來到花蓮 等一下也要坐鐵路回去 東部人高度的依賴台鐵在作為對外的交通 我們不僅不容易買到票 買到票能不能順利回家還是一件事情 我們真的沉痛的呼籲 所有有關責任的人正是這件嚴重的問題 我們不僅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次50位罹難的都是年輕人 為什麼還要買戰票 因為票不夠啊 多少人想回家 在前瞻1.0 2.0裡面 給東部人的鐵軌 到現在這麼少的預算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全線雙軌跟電氣化 我們真的是用生命再回家 這行的正義在哪裡 還要我們做多少次的頭期法會 這次長方夜華聯師報導 這次長方夜華聯師報導